Hello 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3月12日下午 大家在聽的是老取會信 已經做到第三期了 其實老取會信是說什麼呢? 某程度上性質上就是叫做老取集談 什麼都說 譬如說說說我的所思所想 看過一篇文章或者一本書 或者一些發生在我身邊的事情 所以是比較零碎的 老取會信會先放在Patreon 獨家播放 但是我也會選擇當中一些內容 可能會發到Youtube 播放 今天想跟大家講什麼呢? 講幾件事情 第一 有關剛剛今天聽到 我小朋友過去讀的幼稚園 發生了英語老師集體辭職的事件 讓我想到什麼呢? 第二 有關Google 宣佈一些 叫做Youtube 新的Policy 這件事情也是讓我想到一些事情的 第三 最近有一些香港的平台 透過中介人表示想跟我合作 意思是將我的內容放在他那裡播放 然後大家分成 我又怎麼看這種合作呢? 第四 就是有關中共的前景 有網友問我 你怎麼看習近平去武漢那裡? 第五 到最後就有關會務了 要放到最後了 先講講 今天的內容大家看到 是有一些商業的因素比較重一點的 先講講幼稚園老師集體辭職這件事 究竟來龍去物是什麼呢? 懷疑是這樣的 就是幼稚園 家長的學費照收 但是要減薪 對老師減薪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這樣的原因 好了 當然了 這個問題就涉及到什麼呢? 不公平對待 是不是? 錢就照收 但是你不出足薪 其實情況應該是一致的 既然如果要減薪的時候 你是不是也應該有一個比較強的理由 就是因為我們也減免了家長的學費 就是大家共渡時間 一 這裡叫做中國成語所說的 命不正則言不順 這是第一個教訓我學懂的 第二是什麼呢? 其實也是經濟學的ABC 叫做供求關係 為什麼其他老師就不會集體辭職 而這些英語老師就集體辭職呢? 因為幼稚園的英語老師 大部分都是在外國來的 大部分都是在英國來的 有人說會不會呢? 其實他離開香港打算回去英國避疫 我相信這個可能性就很低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歐洲爆得叮叮叮叮 比香港更厲害 所以我覺得不是這個理由 而是什麼呢? 就是剛才所說的供求關係 這些英語老師其實在香港的所謂一些國際學校 幼稚園當中 其實是非常吃緊的 所以他們就有跳槽的本事 第三是什麼呢? 第三其實跟現在的商業趨勢是很有關係的 就是所謂的網紅經濟學 稍後我會再詳細說 但是我先在這裡點提式 其實現在越來越多人以自媒體去發展自己的事業 這個幼稚園的英文老師過去已經很多辭職 然後自己設一個補習社 開補習社就接回這些學生的生意 其實還好穩 而現在這個科技趨勢 也讓他們容易了就是叫做online learning 怎樣做online learning呢? 現在就有zoom等各方面的平台出現 是不是? 變成了他要做這個英語教學 相對來說是非常容易的 就算在疫情之下也可以 叫做one to one or one to many 也可以 這就是科技給了這些所謂有內容的人的一個方便 所以這也與我以下所說的這個題目都有關 第二 現在先講第二個話題了 就是Google的新政策 根據新聞所說 就說YouTube現在 回到一個以前的情況 就是說 武漢肺炎 他們將會 放回廣告了 不會說你一說肺炎 這個關鍵詞 它就會禁止了 或者飆黃飆 現在出來說話的那個就是YouTube的CEO Susan Susan就說 其實現在公司也明白了 其實肺炎這個題目 已經成為了每天對話當中的一個很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大家如果仔細來看這個新聞 其實還有玄機 就是說YouTube未必完全反省過來 它怎麼說呢? 它就說 Since Google has a sensitive events policy that prevents the company from capitalizing on events like the outbreak the outbreak就是肺炎的 outbreak 它的意思是什麼呢? 現在Google或者YouTube 其實沒有拿走它的 policy 叫做 sensitive events policy 這個 policy仍然存在 不過它只不過這次就叫做 哦 這個肺炎引致很大的軒然大波 導致一個很富爭議性的東西 那麼現在呢 在這個肺炎的事件當中 它就拿走了 就是說我們不會禁止了 禁止以前的 這個叫做 sensitive events 它的 policy是 a passing mansion a passing mansion 就是什麼 碰一碰 提一提 也會下黃標 不給廣告 好了 我的質疑在哪裡呢? 我是在質疑現在不是你武漢肺炎這件事 而是你這個叫做 sensitive event policy 它說回到以前的 就是說這個 policy沒有改變 問題正正在這裡 如果一個叫做敏感議題 這件事情 你會將它黃標的時候 我作為一個creator 我一定會問你一件事情 什麼叫做敏感議題? 麻煩你講 講清楚什麼叫做敏感議題 你給一個清晰的定義 這是第一 很重要的 第二就是什麼呢? 好了 誰負責去判定 這是一個敏感議題 就是說 審核的機制 現在呢 YouTube說經此一事 它就給了一個自己申報的系統 但是自己申報系統也有問題的 我照實申報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究竟你的所謂的 sensitive event policy 我犯了哪裡呢? 現在我聽到趙博的說法就是說 他最近用這個 因為他第一個用了 用了這個機制之後 仍然有很多條片被黃標 但是又不解釋的 好了 所以這個問題在這裡 為什麼我對於YouTube和Google 有這麼大的意見呢? 因為你這兩大平台 現在不僅是一個商業平台 大家不要當它是一個商業平台 在商言商 我是放廣告下來的 大家如果有興趣知道我對於所謂的在商言商 我其實昨天錄了一條短片就講 就算用partnership的角度來講 Google和YouTube都是講不過去的 你是完全違反了一個合作之間 大家本來有一個共識的 你是違反了一個共識的 好了 我不講這件事情 我今天想講的是 YouTube 特別是YouTube 你是一個什麼呢? 你並不是一個純粹的商業平台 你是一個言論傳播空間 我舉一個例子給大家聽 大家很容易明白 為什麼我們對於電視台電台過去的規管 會很嚴厲呢? 比起報紙 比起其他媒體 會比較寬鬆呢? 因為電視台 當時的年代 影響力很大 入屋 最主要就是有兩件事 一 就是因為大氣電波 有限的資源 第二 就是我剛才已經提到 就是因為他們是一個入屋的媒體 好了 影響力非常大 所以 會對他們的規管比較嚴重 好了 現在我們忘記什麼 這些TVB 商業電台 影響力越來越低 但是現在取而代之的 就是YouTube和Facebook 這些大平台 所以用同樣的原則去應用到YouTube和Facebook身上的時候 就是說什麼? 它不只是一個商業機構 它還是一個言論發放 信息發放的機構 所以我們是需要對它的要求很高的 而要求高的規管在哪裡呢? 就不是你說了算 不是你Google或者YouTube或者Facebook說了算 現在目前的世界是到了什麼地步呢? 就是由網民說了算 網民其實在某程度上是比你們現在所有人所想像的 是更加合乎道理的 是更加有理性的 因為過去很多事件都已經看得到 所以 現在我覺得 不是說你定義為Sensitive Events 就由你說了算了 你一定要有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審核的制式 然後接著 這個制式是會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這件事情要交給Google想想 我當然不會幫你量度 為什麼? 我又沒有收你錢 最近有人托過我的朋友想嘗試聯絡我 就說 有沒有興趣把你的內容放在他們的平台 他們的平台 就已經有很多的 香港的作家 放了一些內容進去 大家就用一個分成的原源 就是你用他的平台 當然是用分成的方式 直此我想講講網紅經濟學 以及會員經濟學的道理在哪裡呢? 這個 所謂網紅經濟學簡單一點來講就是 人們就透過一些社交媒體 無論是YouTube或者是Facebook 然後就在那裡放內容 然後就去經營它 起初的時候 就是用收廣告的方式 廣告分成這樣 這個就叫做大致上的網紅經濟學 當然 再說下去就有 一些merchandise 的東西 在賣廣告 就是自己找一些商戶 去賣廣告等等 我不覺得太複雜了 第二什麼叫做會員經濟學呢? 會員經濟學就是說 我收一個會費 然後接著 你給了會費之後 你就可以無限地使用我的頻道 或者看我的內容 Netflix 是當中的代表 其實在零售業 越來越是走會員經濟學的了 在美國有一個越做越成功的零售業 就叫做Costco 好事多 這個好事多越做越成功 很早就引入會員經濟下去 那怎麼辦呢? 你要進去他的店舖買東西 你首先要成為會員 先加會費的 哇!這麼厲害 要會員才能買東西 他還是一些貨倉式的 但是真的很多人 願意成為他的會員 為什麼呢? 就因為他裡面的東西便宜 為什麼裡面的東西便宜呢? 他的開銷 譬如說請人 以及遭用這些貨倉 於是他的價格 就很便宜了 於是吸引了很多人 成為他的會員 去他買東西 甚至可以說他是直逼Wallmark 用會員經濟的方式 其實這件事情就是 目前老徐應用了Patreon page 其實某種程度上 也是一種會員經濟 就是你給我一個定額的費用 然後我就製作內容給你 你滿意的就繼續訂購 跟Netflix其實是差不多的原理 那麼 怎麼才會吸引到這些內容供應者 去利用這些平台呢? 首先 這個平台本身 一定要是什麼? 可靠 是不是? 一定要可靠 為什麼呢? 喂! 我招收了會員之後 如果突然之間 這個平台倒閉的時候 怎麼辦呢? 怎麼算不是說我收不收到錢的問題 這是此其一 第二個問題就是什麼? 我的會員以為我是一個騙子 突然之間會費交了 但我看不到你的內容 所以選擇的合作商 對於一些內容供應者 最重要就是這個平台穩不穩陣 另一件事情 就叫做聚腳了 現在這個網行經濟學 其實為什麼起初的時候 開始是YouTube 或者Facebook 因為那裡聚了一群人 聚了一群想能夠達到的一群人 所以這也是很重要的 當我們選擇 一個平台的時候 那個平台本身是否能夠聚到人呢? 這是另一個很重要的考慮 好了 這些新建的平台 然後找我們這些人進去合作的時候 我就會有一個問號 我為什麼要跟你合作呢? 如果你的平台聚的人 都不夠我的平台聚的人多的話 我過來應該是什麼? 我收你錢的 因為我帶人留下來給你那裡嘛 所以我再商言商 我在說商業元素 意思是什麼呢? 如果搭建一個平台的時候 你想做一個這樣的商業 可以 你可以 是什麼呢? 你不可以抽佣金 因為那個網紅或者 content creator 好 他已經establish了一段日子的時候 他有一群所謂的粉絲 去追蹤他的時候 你要他用你的平台 然後跟他拆帳 他一定要想為什麼 如果我可以放我的內容去YouTube 放上Patreon 然後我可以做達致目的的時候 我為什麼要放內容在你那裡呢? 你一定要給我一個理由 譬如 有什麼理由可以做到這個效果呢? 第一 你會做後期的 就是說我只是放內容給你 你好好地給我包裝 這是第一 第二是什麼呢? 你是會有廣告代理的成分的 如果是這樣 那就不同了 整件事情就不是放內容了 而是什麼呢? 而是你會將無論稱之為網紅或者 content creator 有一個增值服務給他了 或者就可以想 如果不是的時候 其實真的想不到什麼原因 為什麼要在一個未聚到人的平台當中 去合作 再一次說 我是在商言商 大家千萬不要在這裡誤會 我在這裡抬高自己的身價 不是 我只不過因為這個腦取會信 我是集談 我想到什麼就說什麼 好了 講到這裡 我也會再講一講 接下來我怎麼看網紅經濟學的趨勢呢? 我自己覺得 越來越可能就是有了Patreon這些平台之後 就會有什麼呢? 就會有競爭了 就是說什麼呢? 你現在YouTube也有會員的 你要我留在你那裡做會員的時候 其實你也有一定的優勢的 因為我剛才所說的 你的reach out率是高的 但是因為你的黃標那件事情 令我很不爽 然後我沒理由是助長你 但是其實 YouTube是有這個優勢的 就是他聚到一群人 所以 會員其實如果在他那裡有一個好處就是 可能會招收到更多的會員 Patreon這一種的優勢在哪裡呢? 就是他相對的賊賬較低 而形成了一定的競爭力 好了 如果繼續發展下去的時候 越來越多這一類的平台的時候 就會對YouTube或者Facebook 這些會構成什麼的影響呢? 就越來越多的內容供應者就會在別處做會員 然後接著就在用Facebook和YouTube 去做Marketing 我現在正在做一個這樣的practice 現在我基本上就是 好 我就努力經營我的Patreon 然後接著什麼呢? 我就將你的YouTube和Facebook 變成我的Marketing的平台 然後告訴Facebook裡面的網友 以及YouTube的粉絲聽 我現在在這個平台當中 大家過來支持我 這樣發展下去的時候 是會對這些大平台構成一定的影響的 我也會樂觀其成 一向我也是 對大平台 對政權 我也是有一個保留的 意思是最好是多一些競爭 讓這些大平台有所顧忌 所以有關YouTube的新的Policy 雖然我還是有質疑 其實某個程度上也是因為 黃標事件很多網友很幫忙 幫忙包括聯署寫信給白宮 表達不滿 希望白宮看這件事 第二就是說 有像我們這些 好了 既然如此 我們就搬檔 另起勞租 也有很多的網友支持我們這個行動 我覺得這也是非常感謝大家的 好了 點提式講完會員經濟學和網紅經濟學之後 進入今天的主題 就叫做中共的前景 我今天是全部準備的 OK 沒有準備 什麼資料都沒有看 有一個網友問我 老徐 你怎麼看習近平訪問武漢呢? 有很多種可能的 第一個可能就是 顯示出習近平定語一尊 仍然大權在握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 反映出他裡面的派系鬥爭完全未完 而且越來越激烈 所以習近平一定在這麼困難的處境都要站出來 還要帶軍人在他旁邊 你看到軍人放在他旁邊的時候 就顯示出他有軍隊的支持 跟著我 但是還有一個可能性的 就是其實 這些軍人很可能就是 習近平知道自己地位不穩了 就要來保護自己的 所以我想說什麼呢? 其實從來有關中共的時政分析 如果你要用一個分析的話 其實是非常艱難的 如果你做到50%的準確 你已經很聰明了 但是50%的意思是什麼? 50%你是錯的 所以其實 我看 就是我經常都說 我是從大局去看 大局是什麼呢? 第一 中共的經濟非常差 第二 全球經濟非常差 這兩個是大局 好了 全球經濟非常差如何呢? 就會導致中共 這個所謂的世界工廠 會陷入一個更加困難的處境 所以 雪上加霜 這就是那個大局了 好了 在這個大局的情況之下 就會什麼呢? 就會構成了失業潮 然後 這個世界工廠究竟能不能夠繼續維持下去呢? 這是另一個大的 question mark 昔日中共經常宣之於口的 就說我們有全球最完善的供應鏈 這個供應鏈 如果一旦 因為今次的經濟蕭條狀況之下 整條經濟鏈可以索時倒下 所以這個 我覺得現在目前中共面對一個很大的危機 好了 這就是我對於中共前景很簡單的分析 好了 其實從中共這個前景 其實我也想講講 引致於Google、YouTube或者Facebook 一個巨人可以索時之間 突然倒下 其實在商業社會當中 常常發生的 現在老實這麼說 YouTube現在陷入一個危機之下 然後火燒連環船 就會燒了Google 過去其實是不是沒有這樣的例子 絕對不是 絕對有些例子 因為特別現在 整個經濟體系 可以說越來越注重企業的所謂社會責任 這件事情 只要一群網民 或者越來越多人 對這個機構產生不滿的時候 它就會屠然倒下 為什麼呢? 因為只要我不用你的平台 就好了 然後 我不用你的平台的時候 就自然產生一個商機 於是就有人建立另一個平台 就會對著Facebook、YouTube、Google來打 Google比較難 因為Google科技方面始終佔優 但是這個世界是不是沒有這樣的可能性呢? 我又覺得不是 現在如果你有留意科技趨勢 隨時有新的科技 是可以列變色 是將之前的科技全延推翻的 所以 都是寄予所有的 以為自己很巴士幣 這些大企業 你要明白 相遇的重要性 你要明白社會責任的重要性 最後就講講有關我的會務了 先講講目前我的Patreon人數 就是569人 多謝大家 昨天出了兩條片之後 就發現 突然間急升 其實我昨天還沒出片之前 其實是停了在這裡的 一直停 停了在410多 突然之間 一上了片之後 就開始陸續增加欄 希望這個趨勢繼續下去吧 因為 我說我第一個目標 就是希望有1000個Patreon 就可以讓我把部分的工作外判出去 另外一個就是我增加了升檔之後 因為有網友問我 我就說 我怎麼可以一次過看你的升檔 然後我就看看Patreon的平台 發覺它還沒有分類的 也還沒有 好像YouTube那樣有一個playlist 所以我暫時的方法就是 在每一個升檔的貼文上 我會加一個Tag 就叫做升檔 所以只要你按下去的Tag 升檔 就會出現所有升檔的貼文了 第三 有關不同的Tier 有不同的Benefit 我仍然是思考當中 其中一個想法是什麼呢? 其中一個想法就是 如果我將來搞一些Event 無論是跟一些公司合作 或者是自己搞的一些Event 就會由VIP優先 接著之後就是9美元的 我忘了叫什麼名字 那個Tier 就由他們優先報名的 當然了 其實Benefit那些東西 我不想很草率 所以我希望想到一次過 然後才放上去的時候 大家可以很公平地 你想選擇哪個Tier 就選擇哪個Tier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裡 很感謝大家 今天可能講得久了一些 希望大家反映一下意見 今天這一集的內容 有沒有什麼你不喜歡聽的 隨時可以反映意見給我聽的 好 多謝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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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